我先问一下女生 你自卑吗 我觉得我挺自卑 你确信你自卑吗 嗯 你这么的确定你是自卑的 所以自卑 它其实也是一种自信 就是你相信你是自卑的 那你就是自卑的 你每说一次自卑 你就会变得更加自卑 你不自卑 这样说下去 你也变得真自卑 人都是自信的 就看你相信什么 但是我想告诉你另外一个事情 在今天这个舞台上 在你俩之间 自卑的不是你 至少他比你还自卑 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吧 很多事情不仅是感情 压抑 烦闷 很多情感不善于表达 他的出现 在你生活里面 给了一些色彩 他的这样的倒追 给了你一种内心的 反而的自信和安全感 所以你很在乎他 那但是如果今天 一个这么声称自卑的人 离开你的时候 就把你仅存了一点点的自信 全部拿走了 这种感觉 让你觉得他不能离开你 所以你的话呢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第一 的确你也不敢 那么大胆的去爱别人 包括去爱他 另外一点 你的确不太会爱人 不太会去表达 很多你的逻辑 经常是混乱的 在你的生活里面 很多情况下 你都搞得一团糟 小姑娘 他不会爱人 不太会表达 所以在他身上 很多地方是配不上你的 但是我想说 如果两个自卑的人 总是从对方身上 来找回自信的话 你们两个枯竭的人 彼此未继 是长远不了的 如果两个人 都不能够从自身 去壮大自己 总是从别人那里面 寻找自身的感觉 那你们两个 会越来越累 迟早会浩劫彼此 最后被动的说拜拜 如果你觉得真爱他 你能不能给他 带来一种快乐 而是自身 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如果你做不到 你敢早的放手 男生 不管你怎么样 多闷 模仿还是会的 如果你今天 也不敢大胆的 去来追求你的爱 你未来还有什么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今天通过这个节目 能够重新来看自己 大胆一点 来表达自己 没有自卑还是不自卑 就看你相信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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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